书山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考古发现在主前四千多年就有了文明的痕迹 这什么名字曾经出现的圣经的诞义理书 尼西米记和以斯铁记 古书山城位于今天伊朗的中西部 靠近伊拉克的边境 书山曾经是以兰国的首都 大约在主前六百四十七年 被亚树王亚树巴尼帕攻陷了 并且洗洁一空 亚树巴尼帕还用卸行文字 把这次胜利记录在六角形的泥桶上 这个被破坏的书山城 约在主前五百一十九年 由波斯帝国第四任国王大利乌 所重建的 这也是圣经以斯铁记中间所描写的那个繁华城市 后来亚树山大在主前三百三十一年 攻占了书山城 并且在王宫的一条石柱底座 壳上名文 说到他征服了巴比伦和书山 就要往波斯波利斯进发 到了主后十三世纪 古书山城就逐渐没落了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书山王宫的遗址 是在一个占地广大的土丘上 再过去就是现代的书山市 庞大的王宫建筑群 包括了占地三亩的禁建大殿 和占地十亩的内宫 大利乌一世的儿子 亚哈隋鲁王在位的时候 这里就是他的行政中心 整本以斯铁记所记载的事 就发生在这里 而犹太人传统的普尔节 也起源于这城 普尔节是犹太历法中最有趣 也是最翻天覆地的庆典 是一个狂欢的日子 普尔节的原意是抽签日 普尔节的高潮 是男女老少在傍晚就聚在一起 互相赠送礼物 聆听拉比读以斯帖记 亚哈隋鲁王在书山城的王宫里头 举行盛大的欢宴 并且长达半年之久 主要是庆祝这个王宫的落成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王宫是大利乌王的时候 开始修建 但是没有完成 在主前483年 就是亚哈隋鲁王登基后的第三年 这个宏伟的王宫终于落成了 从书山王宫宝座大殿的遗址 发掘出一块大利乌书山王宫 奠基名文的泥板 上面的名文是用波斯古文撰写 详细记载了大利乌一世 使用萨迪和巴克特里亚的黄金 埃及的银 埃塞俄比亚的象牙 黎巴嫩的香柏木等等 来修建书山的王宫 波斯帝国选举皇后的过程 先是由各省主管选美事务的官长 选出合适的少女送到书山城 交给管理内宫的太监总管西盖 西盖就安排她们在宫里的女院居住 以斯帖记二章七到八节 讲到这些被选进宫的女子中间 有一位名叫哈大莎的犹太少女 哈大莎是希伯来文 意思是翻石流树 哈大莎进宫以后改名以斯帖 以斯帖在波斯文中间是星星的意思 可能是取翻石流树的花像星星的样子 以斯帖后来做了王后 我们从二十一节看到莫迪改坐在朝门 这表示那个时候 以斯帖的养父正在朝门当差 1970年 法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书山王宫的朝门 位于王宫的东面 距离王宫的主体有八十米远 朝门是一座壮丽的建筑 中央主体由四根白玉石柱支撑着 石柱的底座刻有名文 内容是亚哈随鲁王 纪念父王大利乌一世 根据以斯帖记三章十三节 抽普尔的结果 是选定在雅达月十三日那一天 灭绝犹太全主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犹太人曾经遭遇过好几次的灭族危机 圣经第一次记载 犹太人遭灭绝的危机 是在出埃及记 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繁衍 法老下令 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都要丢到尼罗河里去 犹太人第二次遭灭绝的危机 记载在《猎王记》下 主前586年 犹大国被巴比文帝国消灭 所有强壮的人都被俘虏到巴比伦 做了奴隶 二次大战的时候 希特勒也企图消灭犹太全族 所用的理由 跟以斯帖记所提到的 有惊人的相似 希特勒在执行屠杀的通令中 指控犹太人破坏世界和平 就像哈曼指控犹太人不守法一样 哈曼为了确保他的计划 能够得到王的支持 竟然说消灭犹太全族 会对国家财政大有好处 哈曼对王说 王若以为美 请下旨意灭绝他们 我就捐一万他连德银子 交给掌管国堂的人 纳入王的府库 一万他连德银子 相当于三十四万公斤的银子 亚哈隋鲁王的时候 波斯帝国的全年税收 大约有一万五千他连德银子 哈曼承诺 向国库捐出年税收的三分之二 难怪亚哈隋鲁王会动心 其实哈曼自己根本不需要出钱 他已经计划就在杀犹太人的时候 搜刮所有犹太人的财产 这和后来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 掠夺他们的财产完全一样 由于哈曼的诱惑 亚哈隋鲁王做了一个 改变犹太人命运的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